今天是玉帝诞辰日 前来祝寿的人如潮水般涌入殿中 都要我去见吗 师傅 来的这位是维利娘小姐 谁小姐 请 是 好了 玉皇坛坛主恭迎为利娘小姐 魏小姐 请随山人升位吧 五三四殿下何时入寺 魏小姐 陈时入寺 寺时降降 陈时 陈时快到了 快与我改装伺候 小姐 请 师傅 有一只百灵入笼 师傅 不条你条的 一只百灵鸟 禅房内不是来了一只百灵鸟 那可是未来的王妃 师傅 就凭你 日皇坛的大坛主 还有不采音不扬的时候 还有不吃仙星的时候 不是我夸口 我冯小宝法力无边 要胜过那名宠衍 成为皇上皇后宠幸的天师 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到时候 我想吃什么仙星 就吃什么仙星 只是 今日 万万不能出事 师傅 那你 什么意思 你们还不知道 这韦丽娘 韦美人 可是被当今周王李显 视为心肝宝贝 师傅 你这次 为了韦丽娘 可立下大咕了 那日后 如果这个李显 真当了太子 那大唐朝的天师 可就没有那个 名冲演什么事了 说的是 所以今日之事 务必要小心周到 徒儿谨遵法语 师傅 五三四殿下移仗 移到前山门 迎向前山门 恭迎五三四殿下 不知殿下 是明导啊 还是密导啊 怎么讲 明导 由山人帅 众教徒 护送殿下入殿 对玉皇大帝 祈祷祝愿 那密导呢 玉皇座下 有一地厅灵兽 专思密导之职 那地厅灵兽 能将殿下心愿 密告九天诸神 能保殿下 凡有所思 无不如愿 有序 那就密导吧 这地厅灵兽 做前有一教童伺候 殿下一人入殿 并要紧眼殿门 又序 就依法密导吧 遵命 请 我玉皇大帝 和灵兽大仙在上 下规弟子 为东吐大唐当今良王五三四 特 诚荒诚恐 至到于佛座灵兽之前 王大仙 此行普度 恕我昔日昔时的一切诸罪诸恶 保我来日来时一心向善 翻词诸道 并以诚挚而来 心愿得罪之时 五三四将复香朝廟 更换今生 若有食言者 天诛地灭 吉庆 此殿密岛 不须激亲吗 庆姬成信人 你是说本王 不成不信 殿下成信 当然不容置疑 那你为何不为我激进 殿下稿词 有失事实 何此事实 殿下昔日 何来诸罪诸恶 殿下本来就是一心向善的 又何须天神保佑呢 此中种种 当事人自知 殿下指的是 泰山风扇之事 指的是赫兰敏之 和杨美云之死 你是何人 玉皇谈弟子 所思何止 专引殿下 平步青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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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还有退路吗 你是为他们报仇而来 不 地厅灵兽 只知保佑密岛的信徒 如何保佑 脱离苦海 早生先见 俏话 我大唐的梁王全清朝野 何来苦海 你笑什么 我笑 身陷苦海者 尚不自拔 此话何解 几年前 殿下从梁王府被抓 满朝文武 齐声喊杀之事 殿下难道忘了吗 那只是地后间 失和的一场误会而已 天子 要是不起灭武之心 又何来这天大的误会呢 只要天子灭武之心不死 恐怕下次这天大的误会 就真的成了满门灭族的惨剧了吧 莫非你这个小小的教童 有超度我武士满门之法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普天之下莫非臣民 只要 只要殿下诚心拥戴心的大唐天子 普天之下 还有谁敢请灭绝武士的贼心 我看你不是教童 那是什么 逆贼 殿下 小教童可是诚心想指点尼金 此事要放到四年前 不要说你的指点 就算我自己也会颇用心思 那自当 皇后陛下对我苦口婆心的教导之后 休说你这个小小的逆贼 就算是先手亲自开口 我也不会违背皇后陛下的教育行事 你就不要再枉费心思了 神舅有缘人若不是有缘 三四殿下 你们五家满门抄斩 与我何干呢 闭嘴 闭嘴 念子是玉华圣殿 是行善积德之地 我免你一死 滚 那要是 那要是我不惜命呢 放肆 大胆咪贼一找死 来人哪 来人哪 来 就算小教童要死 也不用借他人之手 要死在 殿下你的手中 不是吗 你是什么人 三四殿下 师父 师父 这五三四几年来 可是心思大变 殿中教童 能使他改新一新吗 他是英雄吗 就算他是晴天英雄 也难过这一关 啊 啊 啊 这究竟是哪里 玉皇审殿吗 玉皇审殿 神度有缘人 你究竟是谁呀 伯州参军 为玄珍之女 唯丽娘 唯丽娘 你是参选太子妃的唯丽娘 却先服侍了梁王 五三四殿下 你这个贱人 你 你把我逼到这种不忠不孝 焕上五逆满门超斩的地步 你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太子 命在旦夕 还敢诅咒储君 生死有命 无需诅咒 好 就算是太子天命所贤 但是他的兄弟诸多 你还妄想什么 不错 如果李贤入主东宫 以他和续瑶环 陈子昂的关系 他日做了天子 你觉得 大唐朝唐 还有你什么事 不会 只要我五三四 极尽忠诚 我就不信 天子会搏待于我 我的三四殿下 你能不能别犯傻了 难道你忘了 那一年在西式寻常 你是如何冲撞 冒犯李贤的 你觉得他会就此 放过你吗 三四殿下 三四殿下 现在 你唯一的出路 就是拥戴 周王李贤 你与他毫无过激 再加上他这个人 为人怯懦 一旦他成了天子 就会因为你的拥戴 而立了大功 你就成了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堂堂 梁王五三四殿下 只要 只要殿下 诚心拥戴 新的大唐天子 普天之下 还有谁敢起 灭绝武士的贼心 你若真正知道姑母的心 就是上苍 在抚佑我武士满门了 弟子祈求上天 数五三四玷污 先闻圣地的大罪 弟子从今而后 一定牢记姑母教育 降伏心魔 为忠君 爱民之人 大唐上元二年 即公元六百七十五年 五月 大唐储君 太子李洪 因酒病不治 空雨 何必公 他怎么会成功 感谢大家 都尽敖 可怜 优优独的 殿下 明崇严有急事求见 传 是 明崇严拜见五三四殿下 你用何急事要向本王禀报 这个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讲 三四殿下 下官已奉命 今日参时前往真观殿观象 责立太子 这是天子绝密之事 为何擅自歇路给本王 殿下 太子是未来的天子 对文武百官事关重大 对殿下 那你更应当依据天命 为朝择立贤君 万不可逆天行事 下官自当如此 只是 下官文之乃勇王李贤 和殿下过节甚深 以下官余剑 混账毒气 离剑皇族 你是死罪 下官最更万死 最更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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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是圣人 圣人 圣人 去内朝 则立贤君去吧 是 在举朝致哀的氛围中 皇帝上诏 朕方离善为太子 而急拒不起 以身枉命 加以尊名 特视为孝敬皇帝 宏敬皇帝 皇后陛下 皇后陛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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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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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的身子已经很虚弱了 你可要撑住 可是朝廷不能再出大便了 你们躺退下吧 皇后陛下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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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吴儿 我的真是吴儿 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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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卫娘 啊 九郎 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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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臣妾怕遭人非议 有机会尽数取代 是我可怜的红儿 在娘的毒腹中就受尽了折磨 更不会太中带了财疾一年早逝啊 救了 是真的怯懦 我 当时没有把你及时截回公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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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害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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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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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爸爸 czę 喜债而去 你也要变下旧郎不管了吧 旧郎 你有江山设计 殿下百姓 万物百官陪伴你呀旧郎 可是我的侯儿 天下设计 二十生存去 去地下陪伴我的侯儿吧 救了 妹娘 妹娘 你为大团的设计 等五百官 天下万民 亲爱 侯儿 侯儿 上天 师父 有客求见 不见 他一定要见 耽误了则选太子大事 该当死罪 玉皇万寿无几 退下 是 冯小宝探柱 你怎么进入我凤城寺的 你以为真的鸿门深似海吗 法帝误会了 误会了 误 八年的误会可够深的 法帝不知 是啊 虽既你拒荐入宫 但深入朝廷 才深感 不为艰难 长眼道 孤掌难明 孤掌难明 孤道不成道 大人绝顶聪明 这个浅显的道理 不会不知道吧 其实我明重演 一直都在四级寻找机会 向朝廷 举一件法帝 小弟 今日前来所说之事 如果大人能鼎立玉城的话 日后 何愁荣华富贵 法帝的意思是 两位陛下是不是令大人 再为雍王李贤和周王李贤 下捕问命 看来大师对朝廷之事 是了如指掌啊 小弟也是受人之托 才知此事 哦 有人相托 这个人 是曾参选太子妃 而今被周王李贤暗中处爱的 维立娘 周王李贤 快来人呐 来人 皇上 这 快快快 皇后陛下 请起 雷阳 你不要吓我阵了好吗 皇后陛下 请你节哀呀 皇后陛下 立太子大事 紧急万分 快和皇上决议 公告天下呀 王府领 在 明初衍复职了吗 还没有 宣明初衍 速来东宫见驾 领旨 周王殿下 国有此意 你这凤长寺 如果没有周王府长使代应 我能够见到 大唐九卿之一的凤长四卿吗 以法地之意 只要能促成李显入主东宫 这大唐天师 非你名重演莫属 但天命难为 天命 天命还不就是你我一句话的事吗 怎么样 你何时入宫复职啊 怎么 你还是不信呢 不敢 这是 山人冯小宝 恭迎韦丽娘小姐 这位是 为小姐口语 下官一定尽心竭力施行 名重演冯小宝 大事告成之后 二位自当是大唐朝廷的镇朝天师 是 叩谢王妃 叩谢're of the light 叩谢 英国公 见过裴炎大人 英国公 有饶卿尘了 裴大人紧急相邀 必是有军政钥匙相告 英国公啊 涉及策立太子 应当由皇上与我等文武大臣相议 谁知宫中传出消息 皇上竟召奉长四卿 补相问命 择立储君 这历此一掌 是圣人古训 金太子 虽起我等而去 但长幼之序 自是雍亡李贤继位 怎可听那方式鬼言 补相问命 裴大人 你以为应该点本上奏 祖见皇上 我请英国公来到郑使堂 正为此事 我以曹拟好剑本一道 请英国公过目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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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娘 崇利太子 为什么一定要名中演 补相问命呢 自从我们的红儿死了之后 朕是更加的相信 命相不佳 福祉薄弱之人 不堪成绩大宝啊 可是李红并不是命相不佳 而是臣妾不甘 妹娘 你我夫妻 还是认命吧 皇上 容臣妾见奏 走来 用王李贤 破夺卓越剑士 自幼好学 急诸汉书 而且在诸王子中 年龄最长 臣妾奏请皇上 身家思虑 若天命所归 朕负何言呢 皇上 起奏两位陛下 奉长四卿名重演 在殿外后宣 明娘 还是先听一下 名重演的回奏吧 好吧 奉长四卿名重演 上殿见驾 奉长四卿名重演 参见皇上皇后 两位陛下 平身吧 谢皇上皇后陛下 走 微臣沐浴斋戒 三日成岛 中德玉皇大帝先士 请两位陛下预览 你就当殿受来吧 微臣所得先遇 九王李旦 命向最归 朕的蛋 是蛋 正是相王李旦殿下 相王将士为天狗下戒 命主乾坤藤罗 威势非常啊 乾坤藤罗 那是龙说二年 皇上下诏改百官官城 盖 门下省为东台 中书省为西台 上书省为中台 对呀 乾坤藤罗 乾坤藤罗 果然是 可是 他今年 才一十三岁啊 微臣尚有下情奏告 快下 若论时运 相王李旦 与生年年号 大范冲客 生年年号 正是 当年为龙说二年 天狗与神龙相冲相克 那我的大儿 皇上请放心 相王下戒 便有太岁百般守护 稳坐亲王 绝无妨碍 这是不能色封为太子 好 也罢 也罢 那 那雍王李贤的命相如何 与世走来 是 六王子 雍王李贤殿下 魁仇降生 这个 命属天牛 复位之岁 此命 虽有太岁汪文守护 但 牛 为利大命博之相 不堪大宝之刃 生在帝王之家 定为命贵之人 岂有命博之术 这个 微臣有话 不敢执奏 皇上将只垂寻 无需顾虑 无需顾虑 谢两位陛下 这个 命贵命博 不在血统 而在修长修短 修长修短 修长修短 修长兽勇 修短 够了 不用说了 周王 你显了 恕臣 先有疑问 喂 请两位陛下 闭目回忆 周王相貌 最像谁人 请不妨先说 是 周王相貌 绝孝太宗皇帝 更贵不可言的是 周王将士便有太岁礼成守护 为天龙下界 诸王此中 周王礼显 命相最贵 可谓得天独厚 如策立为太子 大唐社稷 定会固若金汤 言作无穷啊 李显 正是青春年华之急 命娘 天命所归 我夫妻 还有何可说 救命裴燕 起草策立太子的诏书吧 王福宁 卢比赛 债王正是他 让裴燕 起草立李显为太子的诏书 领旨 真是没有想到 你我联名上座的奏本 还没有递到宫里面 那明虫眼就用鬼话 误导了皇上 我大唐朝竟然出现方式 不向问命择立太子的怪事 记住史册 岂不没有种流传 一物万代 裴大人 事不宜迟 你我应该立刻进宫剑驾 裴大人 万分紧急 容不得半分迟疑啊 这明虫眼 因承进 无秦系功法 身受皇上宠信 今凭我等联名剑族 也未必能说动皇上 做出明智的选择啊 那裴大人 你有个打算 违禁之计 只有邹请皇后陛下 出面剑族 或许还有回天之机啊 不 万万不可 裴大人 当今大唐的最大隐患 就是政策出自皇后 如果现在 我们引力太子之事 而去求告于他 岂不是引阵止渴 后果更加严重啊 下官也为此事忧虑 但圣公为何 如果太子不能带军兼政 那么皇后就必然要干政 其后果岂不是更令人担忧吗 拥往李贤 自有聪慧过人 因急驻汉书 破之安邦之道 如果能策离李贤为太子 皇后自然就不敢再 公然的燃取军政要务 然后你我二人 再乘机向太子纪念 力争早日是军政大权 回归天子太子之手 这才是我大唐 长治久安之计啊 眼下 也只能引阵止渴 暂去求告皇后了 裴严 自有分寸 望裴大人 回天有力 裴严 竭尽绵薄之力 皇后陛下 请用羹汤 陛下 自太子升天以来 你时寝不安 你若是病倒 齐妖怀 陛下 明重演的奏报 你认为如何 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 竟凭奉长寺官员 补相问命 择立太子 而且天子 也简凭其奏 而定夺如此重大之事 岂不是不可思议吗 可这是天命啊 凤长寺官员 又不是天神下界 怎可仅凭其奏 就认定是天命所定呢 那你认为 应该立四为掌 奴婢也不以为然 就本朝而言 太宗爷 为高祖的第二子 当今皇上 是太宗爷的第九子 而废太子李建成 废太子成前 虽为敌长 但德伯品略 岂能继承大统 有道理 但眼下诸王子中 谁最具有储君资质 陛下比奴婢更清楚 为何不选贤者而立 偏要听信 凤长寺官员的 一面之词 不错 李贤已经长大成人 闻名见识 早已名波天下 可是这个命相 命相不可不信 但也不可全信 可是很多事情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安排 奴婢年纪尚轻 还没有亲身体验 我有 陛下感知过了 那是贞官二十三年夏天 太宗皇帝去世 夏宜诏 命令宫中所有嫔妃 全部发往皇家感业寺 出家做尼姑 在接到诏书那一天 我感觉我的生命 似乎也已经停止了 从那一刻起 我就虔诚地 向感业寺中的 如来大佛祷告 求我佛慈悲 能让我重新见到 我那实时不忘的 九郎啊 我佛 终于感应到了 我的祷告 在那一天 他真的把九郎 送到了感业寺 让我重新回到了 他的身边 陛下 一个已经削发维尼 注定终生 只能与我佛相伴的女人 又成了六宫朝仪 最终主掌六宫 成了堂堂大堂皇后 母仪天下 这是人力万万办不到的 是法力无边的佛 是上天所速的命